美国的Moderna疫苗终于要来到台湾了 但是呢只有15万剂 实在还是少了一点 我们希望赶快啊一批一批赶快来 因为呢现在讲什么都不重要 大家只要疫苗 但是呢现在你看到咯 这个台湾苦等不到疫苗 真的是让民怨炸锅了 那偏偏呢 现在看到我们的民进党政府 你不赶快趁着现在民怨四起的时候 像美国多要疫苗多争取一些疫苗 但反而呢是在跟美国好像看起来是联手在那里认知作战 美国现在在抗中嘛 结果拜登现在就说 好好的要去赶快查病毒的来源是从哪里的 难道真的是从大陆的实验室吗 好可是现在呢那你看看台湾 现在不是一直在讲吗 买不到疫苗都是因为大陆在阻挠 所以这不就是合作起来在认知作战 可是现在这一招恐怕不管用了 你看到蔡英文 你看到AIT脸书都被网友们给灌爆了 因为大家都是只要疫苗 然后今天呢龙岩的股票涨停板 然后呢去这个药房去看看血氧机都缺货了 然后呢这个一桶一桶的这种空气的这个氧气机 氧气瓶啊竟然也缺货 大家都怕什么没得呼吸啦 结果呢现在我们还在那里讲一堆大家不想听的废话 所以呢真的别在政治操作了 否则明月恐怕真的要爆开来 好我先来介绍今天节目的来宾欢迎韩冰 主持人好大家好 欢迎赖老师 主持人好跟朋友大家好 也欢迎赖世保委员 大家好 也欢迎邮淑惠会议员 大家平安 好来来来赶快先看我们刚才讲到说 为什么在说现在在认知作战 我们先来从美国讲起啊 所谓的病毒人造论真在起吗 拜登现在忽然下了一个命令 什么呢 要情报机构90天交报告 新冠病毒的起源到底是从哪来的呢 而且还要情报机构要加倍的努力 去收集相关的讯息 三个月之后跟他报告 这个病毒到底是不是来自动物 还是实验室的事故呢 甚至还呼吁中国 你不要再躲了要配合国际病毒源头的调查 结果呢你看不仅是拜登来这一招 佛奇怎么也改口了呢 有人还曾经把他形容为 美国的钟南山啊 现在我看钟南山先生恐怕 要说不要这样叫我 不要这样子来称呼佛奇 为什么呢 佛奇他本来 他说所有证据强烈表明病毒来自自然 基于科学证据是不接受病毒是实验室逃议论 可是现在呢 既然改口了 说不相信病毒是自然起源 必须调查中国做了什么 所以你不觉得这个口径趋向了拜登了吗 连共和党的人都在批他咯 好了 那现在呢 你看到美国还有联盟参议员还提案 说要求针对中国对美国大学的捐赠跟合约 进行国家安全审查 要审查那其他国家的捐赠查不查 没有 只针对中国 这不是抗中是什么呢 韩兵 佛奇之前大家说他是美国版钟南山 那现在变成美国版陈时中 我不知道 因为这个转变也太大了 因为这个问题已经吵了一年多了 从去年一路吵到现在 那佛奇当初 你就讲说没有任何证据证明 他是不是从自然界来的 有人工的辅着痕迹吗 也看不出来啊 那所以你现在隔了一年多之后 突然改口 人家难免会想 你是不是受到什么政治压力 还是什么其他的状况 那为什么美国会突然之间 又把这个东西拿起来呢 因为其实拜登是个聪明人啊 拜登很多人说他什么失智啊 老人痴呆啊 什么罗利控啊 什么乱七八糟都在讲 可是拜登其实非常聪明的 他心里头非常清楚 什么下令九十天去调查起源干嘛 这根本是不可能的事嘛 怎么调查 你如果去年 而且世界卫生组织 其实也派人去过了 那去调查都调查 人家结果你都不相信 现在你要重新再调查 你是准备要派 CIA的人潜入中国大陆吗 还是要干什么 你怎么调查嘛 你告诉我 所以这个其实调查是个幌子 重点是一个政治 上面有一个动作 政治操作 对 因为政治上的动作就是说 我重新要对你中国大陆强硬啊 我要在很多地方 要想办法去掐你的钢 这样子我才能够重新对你施压 因为他一直不断在叫中国大陆配合 我想说最实在的啦 美国也曾经被人家怀疑说 你不是发动气象战啊 发动细菌战 发动生化战啊 每年都有这种阴谋论一大堆 那世界各国很多人都曾经呼吁过 叫美国你要配合我们调查 美国曾经甩过任何人吗 从来没有啊 所以你觉得中国大陆会甩你吗 也一样的道理嘛 哪一个主权国家会随随便便让你 让你派人来查我 这不是很好笑的一件事吗 拜登当然知道这是不可能的 但那为什么要做这个动作 我告诉大家其实很简单 因为政治上需要 因为过去拜登为什么不讲 他在跟川普拼的时候 川普那时候就主张这个了 那为什么拜登就 因为川普主张这个 所以拜登就不要 拜登一直跟他打对台 那现在拜登自己主张了 因为拜登也面临到川普一个困境 也就是他需要一个敌人 他现在不能没有敌人 因为我们都知道 美国现在预计在7月4号 美国国庆日的时候 直接就是整个解封了 开放了 那你知道解封开放之后会发生什么事情吗 过去因为疫情的关系 大家等不到疫苗 所以每个人都很ㄍㄧㄤ 那一开始美国人反抗 觉得尤其川普的散动 那大家一出来之后 就藏刀苦果死了一大堆 确诊了一大堆 那大家没办法知道 把自己拼在那个地方 现在好不容易等到疫苗来了 终于熬到春天来了 整个开始要解放了 人一解放会干嘛你知道 就开始想 我过去这一年日子过得非常不好 你政府对我有很好吗 很多不满的声音 啵啵啵啵就会开始出来了 这时候如果美国没有一个 能够让他转移目标的敌人 那就变成这些所有的怨恨 全部都会像现在的政府爆发 那对他来讲他就麻烦大了 就好像民党政府 现在要找一个理由 买不到疫苗一定要找个理由 那要怪谁要怪中国大陆 都是他主的 我觉得中国大陆 我不知道他算运气好还是运气差 反正现在不管是台湾还是美国 都需要一个敌人 这个敌人最好的角色就是中国大陆 所以不好意思就是你啊 算你算的就是你 所以他们现在要想尽办法去站住 然后呢他一定要找一个 如果说你找一个很实质的 比如说过去的贸易战或什么东西 老实讲很难啦 而且美国现在去打贸易战 对他们刚刚准备要复苏的经济来讲 其实反而会对自己造成重伤 所以现在他要找一个不着边际的东西 因为这个东西大家都知道 你查你再怎么查到最后还是 各说各话 永远不会有结论的东西 然后找这种虚无缥缈的 我就好栽账 就跟民进党一模一样的道理啊 民进党每次在打中共都说 你看中共在从中作梗 中共在故意干涉中共在干嘛 那其实也是一样 因为永远不会有证据 然后大家就看信者很信不信者很不信 所以这是一个很单纯的政治操作 那也不是说中美之间真的会起起 更激烈的冲突干嘛 我个人倒不这样认为 是啊 所以当美国已经认定 中国大陆就是敌人的话 那你觉得还需要查吗 刚刚韩兵恩意思说 反正查也查不出了所以然来 但问题是他就算说 我花了九十天之后 我查出来的没错 就是一口咬定 就是中国大陆呢 有没有这样的可能 好那现在呢 认定中国大陆是美国的敌人的话 那么现在你看看 现在当然就是要告诉你说 有我美国老大哥在这里啊 I'm watching you 的意思 你看5月25号美军太平洋舰队 公布两栖攻击舰 与日本的海上自卫队油弹补给舰 在四国以南这个海域呢 来进行补给演练 而美军的航空母舰 两栖攻击舰 分别鹤手在南韩东海 进入西太平洋门户 对中国来加以钳制 有这样的一个军事动作 那你想想看 不都是针对中国吗 好了但是呢 现在不是还要拉着韩国一起 我们要维持台海局势的和平啊 5月21号美韩双边会谈之后 就发布了联合声明 特别还强调维持台海和平稳定的重要性 可是你看到了5月24号才没几天啊 根据美国之音的报道 在这个记者会上呢 五角大厦的发言人他怎么说呢 因为当记者问到台海冲突的时候 南韩应该要怎么做 我来问问美国官员的看法 结果美国的官员的说法却是 那就由南韩人来自己决定 不过美军应该 美国有所谓的指挥权啊 有这个主导权 怎么现在就说法是 韩国他自己决定 所以如果韩国是决定要 不卷入呢 那台湾呢 对不对 蓝老师 我觉得您看到一个问题的焦点 这个问题的焦点好重要 就是说到今天为止 美国对于韩国军队的指挥权 还是没有交给韩国人 是 所以还是美国人掌握在自己的手中 那也就是说美国的指挥官 就是美国的将军 不但指挥在韩国的美国的军人 而且他也指挥在韩国的韩国的军人 所以韩国的国防并没有自己的自主权 是 那没有自己的自主权 怎么可能说由韩国人自己来决定呢 但是这句话里面却有讲说 由南韩人自己来决定 那难道你美国已经在这一次 跟文在寅拜登跟文在寅的对话里面 秘密的签下一个协定 就是美军已经把这个军事指挥权 交还给韩军了吗 我觉得这是一个大灾问 这是一个问题了 但是我认为不可能 为什么不可能 因为南韩就是韩国一直要求 要掌有军队的指挥权 美国人一直不肯 美国人说你还不够成熟 韩国人说我已经可以了 我已经演习那么久了 我这个指挥演习也演习做那么久了 我应该可以指挥军队了吧 美国人说不可以 你只能当副手 因为还是我美国决定怎么打 对 决定打不打 所以等于是在韩国 韩国的军人不能够决定他开战与火 那怎么会这次却变成由他来决定开战与火 那也就是要不要介入台海的问题 这个又涉及到另外一个问题 就是文在寅跟拜登 他们谈的台海声明到底是什么意思 也就是说文在寅是不是没有给美国承诺 说他铁三角一定会 如果美国要介入台海战事 韩国一定追随美国介入台海战事 看起来又是没有了 那所以我觉得这样的一个很微妙的一个地方 是不是韩国本身把这个外交的手段玩完了 也就是我要去美国之前 我给你打迷糊仗 打完了以后我拿我要的东西 我要的疫苗 我要的莫德纳等等 然后我要的是你对我的礼遇 因为对文在寅来讲 他现在非常需要声望 他的支持度已经只要29% 而且他的政党也好 明年他们要大选了 所以对文在寅来讲 他一定要美国的对他的支持 所以你可以看到对文在寅来讲 他的外交手段 就比蔡英文高明实在太多了 可是问题就在于 如果说我们回到你刚刚讲的 拜登又发动攻击的话 你会发现这次中国大陆的手法 就跟以前又不一样了 他说欢迎 他说他绝对支持联合国的世界卫生组织 对于病毒的源头进行调查 他很支持 可是他说武汉的实验室已经调查过一次了 那现在应该要轮到美国的实验室来接受调查了 因为大陆已经要求美国的实验室 他有一个就是德克里克的那个实验室 已经要求他调查 因为他是临时关闭的 很多人都在质疑他的病毒是从那边泄露出来的 美国到目前为止拒绝接受调查 而且俄国跟俄国指控 而且提出很多证据 美国在中俄的边界的很多国家 设立了200多个实验室 生物实验室 换言之也就是俄国认为 美国在中俄的边境很多国家设实验室 就是想方设法要把病毒制造出来的病毒 丢进中国或是俄国的里面 所以中国大陆也要求 也要求就是联合国的卫生组织 对美国的这200多个实验室进入调查 可是我敢保证美国绝对不甘生 美国绝对耍赖 美国绝对不然你是要怎么 你就会看到 然后每一天再来讲要调查武汉 要调查中国大陆 然后对于你怎么要求说要调查美国 美国就是 他一定玩这种人类间一皮天下无难事的耍赖 因为他的实验室被要求要调查 已经被讲了很多次了 联合国也要求到他完全拒绝 所以你可以看到对美国来讲的话 我可以调查你不可以调查我 是啊 所以他耍赖 他耍赖 他一定耍赖 不甩你 但是他甩锅 甩锅给中国大陆 这真的是最好用的一个理由了 对于美国来讲 而对于民进党政府又何尝不是如此呢 所以我们来看看下面一张 特别提到的呢就是 现在刚刚我有一开始提到说 的确 来自美国所谓的这个Moderna的 这个美国品牌的15万剂疫苗 明天要到达台湾了 但是呢真的不够啊 还太少希望要有一批接着一批来 否则的话呢 包括蔡英文讲的话 包括AIT的处长讲的话 大家都听不下去 你看 蔡英文当然又有发梗图啊 告诉你说我们疫苗还有在努力啊 要全力的加速出货等等 网友怎么看啊 这个脸书都被灌爆了 你手机不是跟代理商买的哦 所以一定非要跟德国原厂的意思啊 没有能力买疫苗 你就放手给地方嘛 再来有网友说 政治算计凌驾人民生命财产 真的是最可悲的政策了 网友甚至说 凭什么让台湾人 跟你的意识形态陪葬呢 错误的政策比贪污更可怕 我们只是举出其中几段留言而已 这实在是太多了真的都被灌爆了 而且很多人在问 请问你有问过我的意见吗 至少我没被问过 我们在座都没有被问过 你愿不愿意施打呢 我们都很愿意施打啊 但是问题是你就一直说 是中国大陆在阻挠 好了 AIT的处长也有 在脸书上面也有po文了 针对昨天的这个AIT的处长谈话了 结果呢 网友也很怒 灌爆脸书 说萊猪还吃不过吗 萊猪快吞疫苗免谈 萊猪患绝情 还说说白一点就是 台湾不在美国考虑提供疫苗的清单里 你们靠你们的防疫自求多福吧 也有这个不是本地的网友也这么说 但是这个舆论炸锅 这个委员你也可以感受到 民意是真的现在沸腾到一个极点了 真的 所以再不来这个疫苗的话 真的大家不知道会做什么事情 那么莫德纳终于15万剂来了 真的能够平息大家的宁愿吗 15万剂来的莫德纳当然我们很高兴 但是实在太少了 看一看苏贞昌在今年2月 在立法院备巡总是巡逢 备巡他讲话 他说今年6月底会来2000万剂 现在证实了指挥中心证实了 6月底少一个零 200万剂 200万少一个零 现在来15万剂 然后蔡英文说会有3000万剂 大家想说在哪里 在哪里 对不对 在他脸书上有3000万剂 那指挥中心证实的是 6月底200万剂 8月底全部1000万剂 里面很多是国产的 国产的 我们现在就第二期试验 还没有第三期 然后呢就开始给订单了 一个高端一个联雅 股票拼命涨啊 大盘跌的时候 高端一直涨一直涨一直涨 今天大家最瞩目的是一只高端 一只熔岩 因为昨天 熔岩今天也涨了 昨天11个人挂掉 今天13个人挂掉 他生意很好啊 这东西讲起来很难过的 你知道吗 很难过 但是呢 你就看到这个事实是什么 早上我们朝委协商 本来行政人看出来是2100亿 所以加2100亿 苏根条例 对 结果突然 蹦一个 说我还要2100亿 等于4200亿 等于是 而且是空白授权 他说必要的时候 他再加2100亿 我说那你这个东西 你要的话就是 等于是 行政人重新提个案子嘛 对 哪里有这样子便离行事 不能随随便便说 再给2100亿 所以我们现在 我们就告诉他说 如果你没有疫苗解决的话 多少个2100亿都不够 对 因为现在啊 其实我的服务处 一天到晚有人打电话来哭 他说我打零工的 我现在没有零工可以打 那在怕接触 有人到家里去打扫 一个小时送500块 赚400 赚600 没有工作了 有的递收录 一个月领2万多块 他还要去外面赚1万块 打工的 领现金的 是 他说我现在没有着落 一边讲一边哭 中小企业说我都没有生意了 我在立法院啊 就是前天 我突然想说想吃牛肉面 我们那边有一家很有名牛肉面 牛肉面店 非常好吃的 去买说关了 现在很多小吃店都关了 关了 他就关掉了 你知道吗 像这样子 暂时歇业 他怕就是怕接触 怕你跟他去接触 可是这一关就没有收入啊 如果他没有做外卖生意的话 我昨天刚好提早 在我家附近下来 我就绕了一下 结果我就看发现 比如说什么卤丫头 卤什么鸡翅膀的 他东西摆了都剩大概十分之一 是 他摆出就很少 没有人卖 这些人怎么办 所以今天我们就不断的强调 第一个全民工费打疫苗 免费打疫苗 要多少钱 四百多亿 四百多亿就搞定了 也不是很多啊 他现在要四千两百亿 第二个要发现金 现在你发什么三倍券 没有用 为什么 但是不能出去消费啊 不要人跟人接触 不一样 完全不一样 所以我们这次的两大重点就是 第一个全民工费打疫苗 第二个在对于辛苦人家的 要发现金 对对对 因为现在真的日子很难过 现金很重要 对所以现金 对就像美国 美国也是有发支票 纾困支票嘛 那台湾可以怎么做呢 的确大家是觉得 现在再拖下去不是办法啦 已经经济受到很大的危机 龙岩刚刚有讲到这个股票呢 盘中忽然来一个亮灯涨停板 你知道他这家公司 营收是主要来自于礼仪服务 我想我们线上很多网友 不一定知道这个是做什么的 他就是这样子啦 礼仪服务 然后呢逆势涨停板 结果大家就说 这就是在反映什么 反映大家对于疫情 接下来的变化 没有信心吧 才会有这种涨停板的现象啊 连续三天六死 然后再前一天11死 今天又到13死 这个真的数字要节节攀高 偏偏又还有医生说 可能还会更多 大家还是要有心理准备 那不是让大家很痛心吗 好啦甚至有网友还说 现在台湾股市是在泄提吗 因为盘中早上嘛 就这样涨停板 是不是也预告 下午会看到 你不想看到的数字呢 好了所以大家很直觉的反应就是 能抢什么就赶快抢 比方说看到 哇怎么好像现在有这种 呼吸很困难的啊 回去啊要一个人啊 然后忽然呢就这样子人就走了 这种案例很多了 不少确诊个案看起来本来正常 发现血氧浓度低到危害到生命 就被称为沉默缺氧 或甚至是快乐缺氧 结果呢一去药局看 缺氧啊结果现在 血氧机就缺了 大家在抢买啊 还有连那种 一桶一桶 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看过 还有那种一瓶啊 吸的那个氧气 空气的氧气瓶 居然也缺货啊 这个就是直接的反映到大家的一种恐惧 恐惧的心理 这不是疫苗 马上到的话 最起码大家还能够比较安定一些 可是呢 淑慧你也可以看到啊 这个不就是民意的展现吗 刚刚委员讲到 就是民进党又要追加预算 从去年到现在 我们因为新冠投入的钱 不管是防疫或者是纾困 加起来已经破罩了 钱都花到哪里去了 疫情爆发以后撑不到一个礼拜 台湾撑不到一个礼拜 被全世界看笑话 是 连澳洲都看我们笑话 不是人家要嘲笑台湾 而是之前台湾把自己碰轰的太大了 到国际上到处去进行大外宣 说什么台湾世界都看见 所以当台湾出现破口的时候 全世界也在看啊 原本我们的病例相较于国际 其实真的也还不算高 可是因为我们之前 把自己吹牛吹的太大了 以至于现在国际通通在看说 哎呀怎么会有一个国家 把自己吹牛吹成这样 然后破口一开不堪一级 大家还记得吧 上个礼拜六才宣布升第三级 礼拜天的晚上 我就已经接到民众曾经说 他确诊没有病房 后来就持续的发生 没有病房 没有防疫旅馆 没有检疫所 请问一下 我们的超前部署 到最后是不是变成烧前部署 我们到底部署了什么 疫苗没有 病房没有 筛检能量没有 而且都是一个礼拜就破功 不是像其他国家 说到了几万例几万例 然后才造成医疗体系的瘫痪 不是我们现在每天是几百例 所以到底我们烧了上兆的钱 钱到哪里去了 都是谁赚走了 过去的一年 台湾在进行财富重分配 谁大赚钱 好了 刚刚有一个好消息 莫德纳疫苗15万剂要来 大家觉得说奇怪 你下午2点半开记者会 为什么不讲 为什么6点就硬要再刷一次存在感 难道执政党连疫苗都把它当作连续剧吗 要这样高潮叠喜 一集一集这样演吗 有需要到这个地步吗 会不会太夸张了 然后刚刚民进党的立委郭国文 我真的觉得中华民国立委这么丢脸 我真的觉得很丢脸 对 他预告了 对 他预告 他说好消息 明天日本要把他们不要的AZ疫苗给台湾 他还讲 他还直接讲 因为这个日本 AZ在日本接受度不高 所以他们1.2亿就囤了1.2亿支 他们觉得台湾的接受度很高 所以要送给台湾 该笑还是该哭 莱猪人家不要送卖给台湾 然后何时人家不要卖给台湾 现在的疫苗都说 还有人家日本不要卖给台湾 然后我们国国文 中华民国立委还要说好消息 是台湾过去的骄傲 台湾的价值 这就是台湾价值吗 其他人没有 我告诉大家 台湾不是对AZ疫苗接受度高 不是 是因为饥饿行销 因为我们没有别的疫苗 可是我们现在已经健康受到威胁了 我们的疫情破口不断的在变大 我们是无奈之中的选择 无可奈何 可是郭国文怎么身为一个立委 会把他讲成说 好棒棒喔 你看我们台湾不排斥AZ疫苗 其他国家排斥没关系 通通送到台湾来 人家排斥一定有排斥的原因嘛 美国 日本 这个都是医疗技术多么高端的国家 多么注重国民健康的国家 他会选择不要AZ疫苗 难道我们的政府不会想看 是不是AZ疫苗有什么事情吗 有什么状况吗 我告诉大家 现在大家可能觉得有疫苗打就好 包括我也是 有疫苗打就好 可是以后呢 但我们有想过以后 如果国际间在开放以后 他们不认证AZ疫苗呢 我们出示我们的疫苗护照说 我有打过疫苗 那一看AZ的我们没有认证 我告诉你 美国现在就是这样 美国从4月的时候 美国CDC跟白宫 已经下了行政命令 如果你打完两剂的美国疫苗 你到美国去旅行 可以自由旅行 可以不需要隔离 可以不需要戴口罩 就是两剂完整的疫苗之后 你就可以做这些事情 但是只有三种疫苗是他认证的 莫德纳交参跟辉瑞 他没有认证AZ 哪怕AZ他曾经投资10亿美金 去帮助研发 AZ必须现在要回馈 美国一大堆疫苗 因为当时的 这个投资的交换条件 对 可是美国不打啊 也不让他上市啊 所以到时候也可能不认 不认AZ 那日本也可能不认啊 所以国产疫苗问题更大啊 国产疫苗可能全世界 每一个国家都不认啊 然后我们说我们打了疫苗 我们苦哈哈的 喜滋滋的拿着那个疫苗护照 不好意思喔 你这个我们不认的 那我们怎么办 我们怎么办 我们还是被关在台湾里面 自己自名得意吗 出不去就是 台湾驾驶第一 判断 died i 一 没